家长带着小朋友用色笔在古篇中填上缤纷色彩 作品充满童趣,更是独一无二 松山区公所特别在暑假期间举办新一名亲子古篇彩绘班 邀请书法老师陈文树带领亲子透过彩绘创作 将色彩融入书法辉豪中 由于古篇字体类属绘画字体 小朋友描绘完自己的名字都觉得很有趣 也特别有成就感 我的作品是 就是 猫咪在卫视点 对啊,猫咪在卫视点 上面还有什么 还有博博蜜蜂 还有鱼 还有鱼 还有你的 王云学 你的名字 参与课程的学员有来自中国、香港、印尼及越南的新一名朋友 学员们表示很感谢松山区公所举办这样的亲子课程 由于现在小朋友接触书法 拿毛笔写字的机会很少 活动把书法和着色绘画结合在一起增加小朋友的兴趣 是过去没有体验过的亲子互动 而松山区长游竹萍也立临现场感谢学员们支持去公所举办的新一名课程 也看见父母们都很用心陪同孩子在亲子课程中一起创造回忆一同成长 松山区公所每年都会规划多元的新一名课程 欢迎民众持续关注松山风情松山区公所脸书粉砖 最新活动或课程讯息都会第一时间在粉砖公布 记者领席会台北报道